我今天講這個主題 靈欣運動的益處和問題 為什麼我會講這個主題呢 因為有人見到一些聚會的情況 有些困惑 他跟我說 我就去搜尋 其實我已經一早知道的 但是搜尋的時候發現更加多 我想說 就是靈欣運動和聖靈充滿 未必一定是 所有 不是一定所有聖靈充滿的人 都是靈欣派的 我們要分析 靈欣派 有不同的信仰 包括在他裏面 靈欣派有些他的特色 但是聖靈充滿 聖靈有說的 靈欣派裏面的人 應該大部份都是聖靈充滿 我想大部份 因為裏面有可能 有些是假的信徒都有的 因為我曾經見過一個人 在宣教的時候 見過一個人他又犯罪 他又 直接公開我一班人坐著 他說我看見那些女性 我回去又發夢 夢見 想著那些女性 尤其他乘搭飛機的時候 看到那些空姐 很漂亮 他便會想 我說 為什麼你會說這些 他說 至少我誠實說出來 我誠實說出來 你處理 你不是說出來 他為那些人祈禱 他的經歷是很奇異的 是直接那些人 踢到 是要 捉住兩手兩腳的 那個經歷是超級離譜的 即是那種經歷是不同的 經歷性能是可以很柔和的 但是他的經歷是很強硬的 即是說 在寧一派裡面 有些人可以是這樣 那你也聽到 非洲牧師就說 在非洲有些 所謂牧師 他是會靠 巫術的能力 去行神之歧視 這個其實很危險 很危險 其實他要靠巫術 他一定是不得救 那些罪會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 那這些是否叫寧一派 其實都不是真的寧一派 其實那些都變了異教的 但是我想說 寧一派的確是有他一些的教導 而有些教導是聖經沒有說的 而聖靈聰會是聖經有說的 在我來說聖靈聰會是什麼呢 就是同神的密切關係 這是第一 第二是可以經歷到 聖經所說的 喜樂平安 神的同在 神的力量 經歷到對外生命的改變 我們的提升 和為人祈禱生命改變 可以直接按手祈禱 或者帶領祈祷 祷告親近神 可以經歷神 這就是我的定義的聖靈充滿 也可以領受到神的帶領 異仗 異夢 或者是意念 或者是聲音 但是我又想說 令人派有時有些預言 是未必是準確的 所以兩句分開 就是說我講的聖經 聖經有說的 聖經有說到 就是聖靈充滿 是可以跟神有密切關係 也都帶著能力去全人福音 也都可以經歷到神的醫治 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們心裏面 聖靈將喜樂平安 賜給我們 釋放我們的靈 醫好傷心的 這些都是聖經所說的 這些是合乎聖經的 所以我們做什麼 應該找聖經去支持 不是好像 有件事 我想要做 不過我就找聖經 硬硬去支持 這個 待會我們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或者有些人是用聖經 硬硬去支持的 這個是可惜的現象 所以我這裡講到 靈人運動的益處 它是在運動裡面 的確有益處 那有什麼益處呢 因為敬拜贊美 和經歷聖靈帶來的益處 上面我寫了 第一 經歷聖靈 他生命就更新了 真的有很多人的靈命就更新 他生命改變 也有很多人經歷醫治 很真實的醫治 我自己祈禱也有些人經歷很真實的醫治 還有有很多人就更加渴慕神 還有多親近神 喜歡敬拜贊美 去親近神 還有聖靈也給人有能力去幫人 去傳福音 建立靈命 然後進入侍奉 有很多經歷聖靈的人 他們就進入侍奉裡面 這個是的而且確 在經歷聖靈的時候 帶來的益處 在靈人派裡面 都是有這些作為的 有很多教會被聖靈更新之後 很大的增長 很大的成長 因為聖天說到聖靈剛纜 你身上就必得著能力 那下面呢 中間那兩幅圖 都是我自己宣教的時候的 有一個人是叫得很厲害 我跟他祈禱 他就充滿喜樂 另外一個他就很憂傷 探得很厲害 然後就釋放 這些都是我在宣教的時候 所發生的事來的 而神也都給我這個經歷聖靈報道法 就是用幫人經歷聖靈的方式 帶領他信主 因為他經歷到神的工作 過程大約是這樣 聆聽那個人 回應他的需要或者感受 分享自己或者某些人的經歷 就是我們如何經歷到神的幫助 然後邀請他想不想按手祈禱 帶他投入按手祈禱 又問他 請你閉著眼睛 在祈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經歷 而祈禱多些是親近神那種 讚美神 多謝天父 如果經歷的事是聖經有講的 平安喜樂 釋放 醫治 安慰 你想神又祝福你呢 他想的話就解釋救恩 和帶他信主 這個就是在經歷聖靈之後 有一個幫助 我就給他名叫做 經歷聖靈報道法 也是有一個方法 其實在聖靈圈子 很多人都做這件事的 為什麼他的聚會 那些人都哭哭了 那他就幫他祈禱 幫他 幫他悔改 信耶穌 或者得意志 這些都是很多事有做 他們雖然沒有這個方法 這個名字 但是他們有這樣做的 好了 但是呢 接著我就講到 在 寧恩聚會裡面 常見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說呢 不是所有寧恩派都有這些問題 是有些 不過我們要分辨 就是呢 第一樣東西 就是很多人追求寧恩聚會 主要呢 就是想追求經歷 能力 舒服 釋放 和醫治 這個其實本身沒有問題 不過有些人呢 就經常都去的 就是去完一次 又去一次 每次不斷去 就很想呢 不斷不斷去經歷 哇 這個聚會很厲害 那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個個都可以經歷 那個重點是 你只是在聚會經歷呢 是需要保持的 就是如果只是聚會經歷 跟著回家又沒有親近神呢 那時候的經歷是沒有大 沒有什麼大作用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追求了 哇 這個很厲害的 又去 去完回來又差不多的 其實如果參加聚會 你會發現什麼的 聚會呢 感受性靈充滿很強 一期完好就已經減弱了一些 聚會員更加減弱 出門又再減弱一些 回家回到家又再減弱 翌日又減弱的 是一定要保持的 所以你不斷去呢 就有點像像充電一樣 不過充完電又一路 電又沒有 那你只是靠這件事是不行的 就是靠那個經歷是不行的 所以一定是自己保持龍神的關係 然後呢 就領受先知的預言和安慰 很多人呢 就排隊去上去那些先知 講一些說話 那我都曾經為那些先知呢 是去翻譯的 因為他是外國人 翻譯 那我發覺呢 大部分他們所講的 都是講到 啊 神怎樣安慰你呀 神怎樣安慰你 祝福你呀 你呢 神呢 今年要怎樣祝福你呀 改變你的生命呀 都是很多安慰的說話 但是呢 聖經裡面講到呢 就是神可以大領人 就是帶領我們進入侍奉 但是呢 我在聽這些人來說 是比較少的 是少不是沒有 是少 我自己本人呢 曾經參加一個先知的聚會 那先知一見到我 那時候坐在那裡 他立即叫我出來 他說你將來會去列國 去宣教 那時候我們說 根本是覺得沒有 根本是 實話都沒有一別 但後來是真的發生的 那這個真是 真是一個先知性的說話 那問題就是 很多這些人去呢 根本他們不是有心給神用的 甚至有人說 千萬不要看我發語言 那待會發語言呢 那待會叫我去宣教呢 我就不得了 他們最想什麼呢 你今年有新的工作啦 你會升職呀 你會賺很多錢呀 你會結婚呀 你會有老婆 或者有老公呀 就是他最想這些 其實這種呢 就好像滿足自己的 那這個其實都不合乎聖經的 而我發現呢 我有些失望 因為我經歷聖年聖會 本身是非常震撼的 就是當安卡羅按手的時候 好像電流一樣進來 和很大的愛充滿我 我是很震撼的 那我就很多祈禱親近神 那我立即的反應就是 祈禱親近神 但是當時跟我一起 我帶了一些教友去 但是他很多經歷之後 過後 淡了 失去了 而我第二樣的意念就是 這個 報道家可以有這樣的能力幫助人 我都想有這樣的能力 那我就多祈禱和去用了 當我用的時候呢 即時發現有果效 那所以呢 我就是追求 因為追求就是 聖經講到吩咐就是 大戒命大使命 大戒命就是愛神 盡心愛神 愛人如己 大使命就是傳福音 還有呢 反而耶穌吩咐都教訓他們遵守 這個是聖經吩咐的嘛 但是很多人經歷聖靈 他只是想經歷 每次都是經歷 是沒有說神是怎麼容我 在聖經裡面說到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是不是說 就叫你們很舒服呢 聖經不是這麼說 聖經是說到 就叫我們得著能力 從耶路撒冷一路到地 極作他的見證 而我發現有很失望的地方 因為我想參加聖會學一下 但我發覺呢 是很少訓練人的 而且這些道呢 是通常很淺的 多數都是講學務 經歷分享 經文是沒有什麼解釋的 沒有什麼詳細解釋 所以這個呢 都是我 是覺得很失望 我就後來是沒有去這些 就是很少去這些聖會 因為我覺得呢 是去到呢 聽到的部分 真是很空虛 而經歷呢 也都是過後就沒有了 所以我一定是自己保持 就是我們一班 特英戰會保持 和使用 使用的時候保持更加強的 而另一個特色是 很少解釋聖經 也都有錯誤解釋聖經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 很出名客 很多人參加的一個釋放聚會 他的目的是復興 但是呢 他請人回來呢 真的很多 很多教導是很離奇的 其中一個呢 我親耳聽的 他就說呢 約瑟 約瑟呢 就去到埃及了 他就授了法老的三個禮物 就是給他的手 戒指 在這個吸印的戒指 即是這個印呢 吸下去是有權的 還有他叫蒲 他叫那個細麻衣的蒲 還有呢 就是叫金鏈 他說呢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收了法老的那個禮物 收了法老的禮物呢 後來他就占卜 他說為什麼要占卜呢 他說呢 因為呢 後來他的兄弟來的時候 他就說 你偷了我占卜的杯 聖經這樣說 不是代表他占卜的 這個可以他是假扮 假扮那些埃及人的 但是他的定義呢 就是說 你收那些不信耶穌的人的禮物呢 你就可以被邪靈攻擊 就會離開神的了 那麼 哇 我聽到 覺得很奇怪 並且呢 他就賣那些錄音帶 那時候還是錄音帶的時代 那他說 你拿回家呢 你就播放了 由早到晚一直這樣 奉耶穌明趕邪靈 全是英文的 哇 一路呼喊 啊 奉耶穌明趕邪靈 趕邪靈 哇 不過 祈禱對著 變成對邪靈 不是對神 不是很親近神 是整天都由早到晚趕邪靈 哇 是不是這樣的呢 就是我覺得呢 那些聖經教導真的很有問題 就是有時候有些呢 是 不是用聖經解釋的 那待會我都會再有講這方面的 好了 那另外一些觀念呢 可能有些人聽到的 喂 我也是這樣相信的 是不是 真還是假呢 其中一個很常見的 是熟靈攻擊了 就 哎呀 我今天又被攻擊了 那為什麼攻擊呢 我家裡吵架啦 又發燒啦 又病啦 哎呀 有什麼病啦 哎呀死了 攻擊 這個這樣的觀念呢 很有問題 為什麼呢 整天都好像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攻擊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就是好像 哎呀死了 防不升防 一會兒又被他插一刀 哇 如果是這樣 很慘 很慘喔 但是聖經呢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節 很清楚說 我已經被你拳兵可以切成蠍子 聖國仇地一切的能力 便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聖經說了 為什麼你經常說人家會害你呢 而聖經有講到 魔鬼為什麼會攻擊呢 當我們犯罪 給魔鬼留地步 你給他留地步 他便進來 你不犯罪 那有些人 那你還有罪 有罪便悔改耶穌 射臉 那就OK 就不是說有罪不重要 有罪一定重要 但是不用說 死了 我不知道有什麼罪 魔鬼又攻擊 又發燒 又吵架 那我要問他 吵架 你有沒有你的因素呢 你為什麼會吵架呢 對方說什麼 你又怎麼反應呢 可能你需要處理生命 有些人就是沒有什麼處理生命 裡面裝了很多怒氣 激氣怒吵 所以容易罵人 罵人便被人罵回 那時候他又說攻擊了 其實他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自己便會覺得 有些人很喜歡這樣說 甚至有一次我去宣教 有人介紹另一個人一起去 就是另外有兩個人跟我一起去 那另外一個人就說 那時候我走到去 在某處有個牌子 那個牌子很矮 我走過碰到頭 他說對了 我祈禱領受你是有攻擊的 其實不是很大力的 聽一下一下 他說你經常去宣教 經常去趕鬼 是有攻擊的 我當時聽到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耶穌吩咐我們做的 他說我就常與你們同仇 因為耶穌說 信的人必有神經 除有他們奉我一名趕鬼 難道耶穌加一句 你欣住啊 趕完鬼也有邪靈攻擊你 聖經沒有這麼說的 聖經沒有說到 你趕邪靈邪靈 又攻擊你 除非他犯罪 即是在罪中 或者他沒有信靠耶穌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屬靈的攻擊 反而你審查我們自己和神關係 和生命有沒有什麼處理好 有什麼罪 你說死了 那些罪很難處理 那你就求主赦免和對付罪了 即是說一有怒氣氣人 立即處理 知道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有些人就說 真的有人跟我說 很難處理 他說我經常都 很多很多很多問題 很多邪靈 他說耶穌師 你教我要處理生命 很難啊 因為我經常都發脾氣 他說你多些來學習平穩安靜 不用激氣 不用怒吵 那些人不能夠害到你的 那你就平安了 他又不想 因為他覺得很辛苦 他說他人這麼壞 當然要生氣他 他就不去處理生命 他就經常說 為什麼我還是有邪靈攻擊 這個其實他不分辨到 那個來源是什麼 所以我們知道 邪靈會攻擊 會犯罪的時候 不聽神的話 會攻擊 但是呢 當我們聽神的話 我們不用怕攻擊 即是不用人說 死了 今天不知道有些什麼 今天起床有些不舒服 是不是攻擊呢 不用這麼想的 因為神是保護我們的 所以下面那裏說 多親近神處理罪 魔鬼就不能攻擊我們的 我們呢 親近神和抵擋魔鬼 魔鬼就必逃跑 離開我們的 好了 另一個很常見的教導 就是成功神學 成功神學 成功神學就講到 信神的人是會有物質的風誠 成功和凡事順利和健康 而很多時候呢 就強調物質的風誠 他說貧窮和疾病 是沒有權入侵信靠神的人 所以呢 你信靠神呢 你不會窮的 那就不會病的 甚至有些很離譜的說話 這是一個出名的牧師 亦都是仕途 他說他是仕途 其實他沒有說 他的教會說他 他自己開會有沒有說 我不知道 不過他其實推行一個仕途運動 一會兒我會解釋這個仕途運動 那他解這個經文 大家可能聽過了 《高倫道》後書十二章七節 保羅就說 恐怕我因為得主的啟示很大 所以就過於自高 所以根次加在我肉體上 是肉體 不是心靈 是肉體 肉體就是有毛病 或者是有些缺陷 有些問題 不知是甚麼 我們不知是甚麼 是撒旦的差異攻擊我 免得我過於自高 那我三次求過主 求者這個啟 叫這個啟離開 但他說我恩典救你用的 因為我能力在人的軟弱上 你得完全 那這個啟是甚麼 我們不知 但保羅是仍然有一根啟 在他的肉體上 保羅不是完全 甚麼都是順利 還有是 即是世上來講是有錢的 他不是一定是這樣 那裏有些 那些成功神學的 報道家 很多時候會誇要他怎樣有錢 有幾大間屋 有飛機 聽神的話就像我這樣 那這個其實有時就變了注目 在追求這個事上 那這個人他講甚麼呢 他說如果有人說 保羅這次是身體的毛病 這個是錯誤的教導 因為他說呢 你在神的話 你不可能有病的 你有病是有問題的 神教會這樣說的 你要宣告你自己沒有病 他們說的宣告跟我們不同的 我們宣告神愛我們 這是聖經的真理 沒有問題的 神會祝福我們 我們聽神話 神會祝福 神會保守神跟我們一起 這些宣告是沒有問題 但他宣告甚麼呢 你是沒有病的 你將會被醫治 那麼在他教會 也曾經試過一個小女孩 兩歲大的 忽然間晚上死了 那麼他們就全部那些 試圖先知 還有全世界 因為它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來的 全世界宣告這個女孩 是會復活 不過結果是沒有復活到的 就是說他們就宣告那些甚麼疾病呢 他們的宣告跟我們不同 他們是信甚麼呢 我們就信神是充滿恩典 充滿慈愛 他是有能力意志 不過主權在神的手中 因為聖經有講到 寶羅 初至全呼吸都有 身體有疾病 提摩泰類似患病 可以稍微容點走 以巴忽提病到幾乎要死 特羅非摩呢 是病了 所以呢 這裡講到寶羅 他是聖靈充滿的 他的手根在他身上下去 給病人都可以得醫治 都可以趕鬼的 但是寶羅自己都可以有病 就是說我們不知為甚麼 第一件事 肯定我們一定有衰老 就是寶羅都會衰老的 都會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會衰老的 都會有疾病 都會脫頭髮 就算你有很多頭髮 現在有很多頭髮 你都會脫 有些人脫多些 有些人脫少些 都是會抄皮 即是大年紀的時候 一直會衰老的 即是我們的身體總是會有毛病 但他們就說呢 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呢 即是有人跟他反駁 如果你這樣說 即是不用死的 即是你們個個都不用死 因為你們完全沒有身體的毛病 那他們甚至就說呢 寶羅這次就不是他肉體上的問題 是其他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他 因為他要達到這個教義 就是沒有病 我相信大家有些去過另一序會的感覺 你已經可以治療 那那個人有些不舒服 你相信你是可以治療 那有些就這樣說 醉會舒服一點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回家又有不舒服 他說因為你失去了這個醫治 因為你沒有信心 所以他就說到你繼續有信心 我是很相信神的醫治 我也會為人祈禱得醫治 但我不會告訴他 除非耶穌告訴我 你已經得醫治了 除非耶穌告訴我 如果不是我不會說 你已經得醫治的 那這個就是 有時他強調這個醫治 而忽略了聖經 又說到有些人 不得醫治的原因 那他們都說到 你是會有錢 那樣東西都順利 那這樣東西呢 寶羅被人打很多次 用石頭扔 他以為死了 但是他有一天又起身了 他都有很多的困難 所以不一定是凡事順利的 但是神是紀念的 那這個重點就是說 成功神學是會有一個影響 有很多人 他們因為回到教會 他們就聽到 不是回到教會 回到聚會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 他說 有一個 這些成功神學的人跟他說 他說 只會有信心 你一定會有丈夫 他說 我已經求了很多年了 但我都沒有丈夫 那我就開始對神失望了 唉 我真的聽到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這個教導根本不是聖經講的 他什麼時候有說這件事 聖經什麼時候有說到 你一信耶穌呢 你愛耶穌呢 你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你都沒有說到 你一定可以結婚 聖經沒有說到 他應該是對那個人失去信心 他不是對神 但是他是對神失去信心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惜的現象 就是他們反而是對神失去信心 好了 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奉獻好像一個投資或者追求回報 就是說 如果你欠一些錢 你就殺種了 聖經有說過 少眾的少收 多眾的多收 不過問題就是 是不是我們奉獻值得 神一定去回報 神會回報 不過當人覺得 我奉獻了神 你一定要給我 是有問題的 因為聖經有說 下面兩個經文 路加福音十七章十節 你們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子當說 我們是無勇的 僕人所做的 本事我們應份做的 即我們做的是應份的 奉獻都是應份的 以賽會書 六十四章六節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 所有的義都像烏尉的衣服 就是我們的好行為 都是不完美的 我們的義都是好像烏尉的衣服 所以當我們把那些奉獻 放在神面前 神啊我奉獻了那麼多 拜託你給我十倍 給我多少倍 這個有問題的 如果神說 我看一看你的心是否正 你奉獻的心是否正 神說不是的時候 神可以追討我們的罪 所以我們的好行為 不能夠說 我第一人信耶穌 拜託神啊你解決我這個 我的工作的問題 給我一份工作 我可以嗎 給我老婆保我老公 我可以嗎 因為我已經帶了很多人信耶穌 我們不可以把任何一件好行為 給神就說 神啊 我做了那麼多 拜託你給我一點 就是這個心態有問題 但是神會祝福是真的 所以我們謙卑做 做是應該謙卑做 就是神啊 我都是有 我們總有不完美的 就是我們心裡面 不是完全的愛神 不是完全的信靠神 都是有軟弱 有沒有耐性的 有煩惱的 都是有罪的 所以我們需要求耶穌赦免 你都相信神會喜悦 當你有悔改心 神會喜悦的 神會喜悦 但不是好像覺得我應分得到祝福 或者神要給我 那 好的 有些人說 我有信心神會祝福我 沒有問題 譬如說 有個人 他真的很貧窮 他都有信心去奉獻 沒有問題 不過不要一邊奉獻 一邊說 神 你什麼時候給我呢 神 你快些什麼時候 為什麼你還不給我 有些人說 我奉獻了很多 真的有人跟我說 他說我奉獻了很多錢 為什麼神還不給我呢 這個心態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這個好像追求回報和一個投資 這個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另外一個觀念叫天上法庭 以上的可能大家都聽過 有幾個人聽過天上法庭 OK 好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節八節 就講一個寡婦求這個官 其實呢 原文就講到judge一個法官的 為他申冤 法官因為寡婦煩了他 就為他申冤了 耶穌就叫我們常常討告 這個經文就說 這個比喻就是說 你常討告 這個不義的官 都尚且回應這個寡婦 何況神呢 重點在這裡 但是Robert Henderson這個人呢 就是推行這個天上法庭的 那麼他就說什麼呢 他說這個就是一個法庭的狀況 你要來到神面前 你要抵擋魔鬼 你要上法庭 那麼他自己就說 他兒子很大問題 跟著上了法庭就搞定了 所以他就告訴人 的而且他有些人得幫助 那為什麼得幫助呢 因為你無論用什麼方法去親近神 神都可以回應的 就是說有些人 他又奉獻 他又想神祝福他 跟著神真的祝福他 有的嘛 不過也有些人奉獻 沒有得到那些錢 就是有這個情況的 所以呢 所以不能夠有人 真的要上天上法庭 那麼就會得到他的問題解決的 那麼他的觀念呢 就是說呢 魔鬼在控訴你啊 所以你要上天上法庭 跟他對質 去告訴他有什麼原因 還有有什麼見證人 有什麼原因 魔鬼無權攻擊你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神祝福我們 神會攔阻魔鬼的控訴 魔鬼控訴我們 誰能控訴神所揀選的人呢 魔鬼都不能夠控訴 為什麼魔鬼要控訴 直到你要用這個方法 要上天上法庭 才可以攔阻這個攻擊 這個真是有問題 真的很奇怪 這個經文不是說你要上法庭 只是說不義的官 尚且會聽這個寡婦破方 這個這麼慈愛的神 所以他就用這個 作為一個根據 有很多人根據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病不得醫治 家人有問題 又有離婚 又有這個心情的問題 總是得不到 試下天上法庭 那有些又好起來 有些又沒有好起來 但是覺得這件事可以 於是有些人就經常上天上法庭 但我覺得這些公義是在神的手中 我們聽神說 神知道 神看到 不需要上天上法庭 神都知道的 天上法庭好像 如果真的要天上法庭 那神應該說 你這樣祈禱也沒用的 你要上天上法庭 如果神這樣說 那我們當然要做 但是神從來沒有說 你祈禱也沒用 你要上天上法庭 這個就是一些錯誤的教導 但是有很多人聽 賺很多錢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真的很有缺乏 很多聚會 很多人邀請他 因為為什麼呢 他教那些人 如何上天上法庭 那些人很想 因為很想得到這些幫助 所以我們明白這些就是 有時有些奇異的教導就會出現 因為人想得到東西 其實基本上就是人想得到東西 另一個觀念就是 以地區的邪靈爭 在彈歷書第十章二十節那裡 有講到一個光明的人物 那這個應該是 舊日出現的基督來的 那他就說他與波斯的魔軍爭戰 他說我去了之後 希利尼 即是希利尼的魔軍會來到 那就是講到這個國家的魔軍 那這個的而且確呢 給我們看到呢 即是說這個國家 是有一個邪惡的勢力在他上攻 控制他 不過問題是 是向我們去打 在彈歷書的經文 是沒有講到他叫彈歷去打 那平日我看彈歷書 看完都看不到彈歷 你說我奉神的命 波斯的魔軍你要走 希利的魔軍你要走 是沒有這個經文 沒有這些的 整本就有我看不到 然後到了保羅 保羅去宣教的時候 他在菲林比 因為趕邪靈 就被人捉了坐牢 還有在以復所 有個那些抵米雕的人 做那個偶像 就聚集呼喊 呼喊了很久很久 抵抗保羅所做的事 但是保羅沒有去祈禱 奉耶穌的命 這個抵米雕的邪靈要走 他是沒有這樣做的 他同仁有趕邪靈 但是他沒有去趕這個地區的邪靈 地區的邪靈是否我們的責任呢 正經是沒有說 那有些人去做 那我又不會反對的 這個又不會錯的 就是趕人的邪靈一定是沒有問題 不過趕地區的邪靈 不過有沒有用 那種意思呢 譬如有些人走去黃大仙那裡 或者走上山 他們很喜歡走上山 因為他們的根據 就說到七山 我們如果今天有時間 就可能會趕七山 但我不知道今天趕不趕 那他們就會上山 就會趕這個地區的邪靈 這個潘音的邪靈 黃大仙的邪靈 廟的邪靈 他們就會做這些爭戰討局 並且他們的圖靈裡面也有爭戰的圖靈 即是他們會在聚會裡 不停個個個一起去呼喊 一起去趕這個地區的邪靈 這個流上 OK 好了 那個問題 他趕地區邪靈 這個東西不會錯的 不過有沒有用呢 這個是不是聖經吩咐的呢 那他們就會用很多時間 並且有一個叫 這個下面有寫到的 繪製熟靈繪圖 就是他在全世界不同地方就畫地圖了 這個地方是觀音 這個地方是黃大仙 這個地方是什麼 宗教的靈 即是他們講講不同的靈 然後他們就會行驅祈禱 就是希望去把這些地區的邪靈去趕走 還有他們說建造一個熟靈的天幕 這個熟靈天幕就會保護這個地方 就不會被邪靈去攻擊 我看就是說 其實那些人一邊扮偶像 你一邊趕 其實那些邪靈已經在 那些人一樣有邪靈在 即是黃大仙那些邪靈不會走 因為他根本在 會不會減少呢 我不知道 會不會減少 我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趕了地區邪靈 傳福音就更加容易呢 這個東西是一個有質疑的地方 但是聖經講到 去傳陽福音 帶著聖靈的能力 去傳陽福音 人有邪靈去趕邪靈 這個是沒有錯誤的 這是其中一個地區邪靈 好了 另外一個教導就是 家族就座 出字的經文 出海及記二十章五節 恨我的我必追討 罪至乎及此直到三四代 愛我守我戒命的 我必向他們發持愛直到千代 這講到恨神的 神會追討他的罪至乎及此直到三四代 即是說他的後代三四代 神都可以追討 這不是奏座的 是可以懲罰 但愛他 守他戒命 他就向他發持愛守 直到千代 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有個人很愛神 就守神戒命 不過他爸爸是恨神的 那神會追討他的罪 因為我會發持愛給他 按照聖經 神是會祝福他的 沒有理由說 你爸爸恨我 所以你愛神也沒有用 我都會追討你的罪 我會罰你 罰你 這件事真的沒有聖經的根據 在《生命記》二十八章講到 遵從神的人怎樣蒙福 然後不遵從神的 神會懲罰 在《修約聖經》也講到 先求神的國和義 制加給我們 我們愛神的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 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生未曾 想到的 所以根據這件事 根本我們祖先的罪 不會影響我們 但是如果一個人 他又跟祖先白偶像 或者跟祖先的迷信 他會面對信 迷信的觀念 祖先 他父子 祖先 三四代 祖先 他們怎麼犯�cgam陷 公共 ан 還要跟回他的模式 這就會有罪的後果 但這個人聽神話 愛神 神是不會追討 也不會奏助 為什麼奏助這個人呢 因爲耶穎已為我們 成為了奏助 所以 tar維 家族的奏助 是一個 真的没有圣经支持,这就是识经的问题 到底这个经文是不是支持,神就座呢,其实是不支持的 后果是什么,很多人就害怕了,哎呀,我还是为祖先认罪认不够 我可能阿爷那里,我认了一样又没认第二样 又再认过,又和他又再认过 阿妈,还有些人还没赶完,那些没赶完,所以我还是有病 为什么家里还在吵架呢,他们就经常归咎于家族就座 变成了常常都很害怕,不肯定 这些的确,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不同的地方都有讲到家族就座这种东西 这个叫信心话语的运动,word of faith 听起来很好,信心话语 信心话语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他就说,神将这个世界的管治权给了阿当 中文圣经就是管理,叫他管理地上的一切生物 但是原文是用dominion,dominion就是一个掌权的状况 就是你是掌管这个世界,不过人类犯了之后 的确这个世界不再被人掌权了,还有很多问题了 这个世界一路败坏了,魔鬼掌权了,好了,那他呢,其实很特别的教义 就是说呢,我们先看下面吧,他是神的话语有创造的能力 神呢,说有光就有烈光,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是神的信心 这个很奇怪的,我真的听他说的,是神的信心 神的信心,所以神话有光就有烈光 那你有信心呢,你可以有创造性的神迹 这个就是信心话语的运动了 所以有时候有些明明未得医治,他就宣告了 我会得医治,我会得医治,那些病会离开,他会这样宣告 我会这样说的,我们宣告神爱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宣告神想祝福我们没有问题 不过有时呢,他们信是什么呢 我们都是信,我们信神 信耶稣爱我们,耶稣祝福我们,耶稣有能力医治 但他们信什么呢,信耶稣一定会医治 这件事呢,未必过就算保罗都曾经有病 所以不是一定,神可以医治 但不是一定那病会没有的 那他们就说,你有信心的话语呢 这个能力能够医病 并且他们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将他的话语和神的话语同等 并且说到人是有这个神性的 他又说到有不同的教导 我说到人是little Christ 小的基督 是小的神 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 但不是个个人都这样说的 有些人都这样说的 并且我发现一个很奇特的 他们不会承认他有病 我试过有一次 其实有两次的经历 有一次有一个人说到他有病 有一个人在另一派里面很强的 他就说,你千万不能说自己有病 你说了有病,你就真的有病 譬如看医生,你不要说 哎呦,我发烧了,我有什么病 不可以说的 你说的,那个病就成真的了 他们有一个观念 就是你的说话就有这个权命 所以不是我说的 我亦都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说 他说,我儿子很不听话 那你为他祈祷,他问我怎么祈祷 他就觉得要怎么说祈祷才行 我说呢,最主要可能 你亲近神可以得力 还有你想想你和你儿子的关系 怎样可以对他有更加爱心 能够令到他觉得舒服被爱 他可能会听你说 更多可以跟你沟通 我说可能暂时来说 你需要接受他不听你说 暂时不听的话 你不要那么紧张 你不要那么紧张 你不要那么激气 他听完,他说 你这么负面的 我又在想什么负面呢 他意思就是 你承认我儿子有问题 要接受他有问题 他觉得不可以承认的 你一承认那样东西就成为事实 这个就是信心话语 就是觉得他们的说话 就有好像神的权兵 这个真的是一个有问题的地方 有时你接触他们 听到他们说 就会说到 说有问题就是不好的 说有病是有问题的 另一个教导呢 就也都很影响的就是 恩典福音 那就是只讲福音 不讲戒命 其中一个人很出名就是平约室 Joseph Prince 但除了他之外 还有很多个的 这个Jose Austin 这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呢 Joyce Meyer 还有也有若干的人呢 都是很强调这个恩典福音的 那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他说的 他的教导第一 他教导人如果深信神的恩典 遵从神是意外 不是努力去遵从的 至于你信靠神 那你就 哎呀哎呀我遵从神了 已经 就是你信神了 你信神了 他说你信神了 哎呀哎呀我改了了 不是特意去处理罪的 我自己改了 还有他说你不需要留意你自己的罪 他特意用一字的 你不需要有sin consciousness 你不需要去知觉你的罪 你只要有righteousness consciousness 你知道神称你为义 就不用知觉你的罪了 圣经讲到 圣灵来到叫我们为罪为义 为审判 责备自己 他就否认这句经文 给基督徒 他说为世人 是叫世人 不是叫基督徒 他说所以圣灵 是不会指责基督徒的 但是圣经说什么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一于教训 督扎 督扎就是同一个字 指责 圣经是指责我们的 圣经又都讲到 就是我们要劝勉 还有指责 是圣经有讲到 不同的经文有讲到的 也都讲到 神的话语 好像两人的利剑 刺入否开 进入我们里面 将我们的罪显露 还有平友室就说 启示录的七封书述 不是写给他们教的人 是写给那个牧者 那个使者 所以那些说到 什么罪 不是跟他们说的 不是跟那些人说的 是跟那个使者说的 但是有一句 很简单的回复 回复是什么呢 耶稣在七封信都有讲到 凡有以的就应当听 那就是谁呢 是不是只是使者有耳朵呢 不是哦 是个个都有耳朵 所以我们知道 圣经讲的说话 启示录七封书信 不是只是给那些使者 他使者意思 就是自己的牧者 是给每一个信徒 凡有以的 今日 和以往的 个个每一个 都需要听的 好了 那接着呢 第三 神和圣灵 不会指出控诉 或者定基督徒的罪 也不会因为罪 而惩罚基督徒 其实圣经有讲到 高伦多前书 教会讲到他们 守圣餐的时候 因为他们没有分辨 是主的身体 所以他们吃喝自己的罪 所以有病的 死的也不少 如果大家留意圣经 是有讲到这一件事的 就是神可以管教 阿兰尼和撒非拉 神即时击杀 所以圣经是有的而者 确这么说 还有呢 有人福音十五章二节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知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收你干净 不止知子结果子这么多 这个属我原文是 在我里面 凡在我里面 不结果子的知子 就是他信了耶稣的 不结果子的知子就剪了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 一个懲罚的 说到是神可以懲罚的 平一室自然说 我反对全悔改的讯息 他说悔改是什么呢 悔改只是改变心意 由负面思想改到正面思想 当你发现有罪 不需要悔改 只要休息 因为他很清楚说 rest 有罪你就rest 你就休息了 但是圣经说什么呢 圣经很清楚说悔改 2章5节 你回想你从哪里聚落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要悔改之后去遵从 所以 叫人家不用去悔改 离开罪而遵从 这个是违反圣经的 所以平约室 这个是 可以令到很多人 是没有遵从神 他把太7章21到23节 他怎么解释呢 他说凡清风 我主啊主有的人不能都进天岳 为了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进去 明明遵行天父呢 他的遵行天父的意思 只是信耶稣而已 但是耶稣说 凡我说 吩咐你们都 吩咐你们都 都教训他们遵守 很明显不是只是信耶稣的 是吩咐你们都教训他遵守 但是他就不会 说这些说话的 他又说到 尽心为神 他说没有人做得到的 你做不做得到 做不到所以 不用说了 你说都做不到 你都做不到 那我们就会说 做不到就灰改 求主赦免 不是说你做不到就不做 我们不能做 完美都要做 其实他就说 这个是律法主义 如果你叫人去爱神 是律法主义 他就说 不是靠律法清义 是 就是完全 其实 律法清义是另一回事 律法主义 就是靠律法清义 靠律法自夸 我做得很好 但是 遵从律法是另一回事 因为由头到尾都叫人遵从 所以叫人不用遵从 不用遵从 叫人遵从不是律法主义 这个只是遵从律法 律法主义是叫无 所以 这个搞错了 搞错了就是说 以为遵从神 就是律法主义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不明白 靠开他 语尤诗也说到 得到神的清义 就不讲到基督徒所行的义 只是讲到基督徒所行的义 不是 只是讲到基督的义 就没有讲到基督徒所行的义 但是圣经好先说有讲到两种义 有讲到基督徒所行的义 还有作弓的果效 随着他们 就是他们为神而做的 是跟着他们的 就是我们的好行为跟着我们的 语尤诗就说 总之有信心就蒙神喜悦 不在乎你的生命和行为 就会得福 但是圣经说到 得福都是讲你爱神 以神为乐 先求神的国同意义 只讲到你亲日神 遵从神才得福 只是信耶稣是不会得福的 只是信耶稣 那么他说 活在神的恩典中 已经得到神的喜悦 但是圣经说是什么 将身体现象作为活祭 圣经是神所喜悦的 将身献上身是神所喜悦 还有公义 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就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说到神喜悦 就是我们在公义和平和喜乐中 去侍奉神的 OK 那时间关系我们讲不完 那我们今次就讲到这里 那我想说什么呢 我们分别 到底是否他们做的全部错呢 又不是 平和室我就说 他做的大部分都是错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令到很多人 不信 只是恩典就救 这个是很明显 将圣经的一部分斩开 他的识经也很有问题 是很有问题 但是灵一派里面 他有时有些问题 是否真的影响整个人 未必的 那他属于争战 又不是很大问题的 他说攻击 那些人如果会 因此而处理生命 都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攻击又未必是一个问题 最主要就是说 有时这些问题 我觉得是问题 不过 是不是他们有些问题 所以就完全 神不喜悦呢 即神不接受他们呢 我也不会这么说的 即我们分辨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聚会 他们的教导 我们需要分辨 知道他是不是属于神的 而下一次再继续讲 这个仕途运动 和转化七山呢 因为这个呢 也都很多人以为 是一个这个世代的 很重要的信息 那我会下一次再讲 而我都是欣赏 在灵一派里面做的工作 令到很多人更新改变 经历圣灵 是很多人改变的 不过问题就是 应该着重多些亲近神 尊重神 和给神去使用 发挥生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只是经历神 不只是领受先知性的讯息 是整个生命的发挥 才是重要的 那我们一起起床 祈祷 是主帮助我们 用圣经分辨任何的真理 我所讲的 我们都是用圣经分辨 数年征战 圣经讲到 神是会保守的 我们可以踐踏整条蝶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怕邪灵呢 犯罪才要怕 圣经也讲到 爱祂的 守祂界明的 神就向我们 施持爱直到尖代 那为什么怕呢 不用怕 所以我讲的 都是用圣经去支持的 那有任何一点 你有质疑都可以跟我讨论的 我一起祷告一下 亲个天父 求你怜悯这个世代 主要求你怜悯 我们求主怜悯 有很多教会 他们没有接受圣灵 充满这个工作的 我都求主你怜悯他们 感动他们 给他们知道圣灵充满的好处 光座他们知道 跟神亲密关系的好处 还有圣灵的能力 侍奉神的好处 但有很多人 是将圣灵充满 和灵恩派混在一起 他以为灵恩派有些做的 就是圣灵充满 所以他们抗拒圣灵充满 却主帮助 帮助 帮助我们知道 圣灵充满 不是一定要跟从 这些很多的 圣经没有讲的教义 好像家族就座 淑灵的攻击 淑灵的争战 淑灵的天幕 天上法庭 这些圣经没有讲的观念 这不是圣经的观念 也不是圣灵充满一定是这样的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知道分辨圣经 因为神是看我们有没有遵从圣经 不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经历 求主帮助我们开放圣灵 渴慕圣灵 很想圣灵充满我们 带着能力祝福人 但同时求主给我们 有一个纯正的真理 跟从圣经的华语 走神的路 不要偏离神的华语 我们所有教导 信念都是根据圣经 求主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 加力给我们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的 虚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